有朋友養了一隻世界級可愛狗狗 是西魔狗 西魔! 牠叫做Moses 今天試試畫牠 這個是Moses 還沒長大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可愛 現在已經很大隻了 今天試試畫牠 先放在旁邊 首先我們起稿 我們會用幾個圖案去起稿 因為我們還沒掌握到牠的結構 所以先滑上手 用一個大概梯形的形狀 然後隔開了臉的位置 另一隻手 然後鼻子 鼻仔圓圈 沒有信心可以繼續畫幾個圖案去起稿 然後身過去 耳朵大概這個位置 眼睛 眼睛 鼻子 嘴子 好 畫低一點點 不要緊要畫高 然後上面這些是毛 來的 來的了 那這裡 開始是毛了 那這裡 開始是毛了 好 好 好 有些眼皮的 黑色 這裡我現在才畫完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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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自創會露出尾 因為尾巴在後面所以露不出 我們現在把尾巴畫過來 令尾巴露出來 馬西摩的狗狗是白色的毛 我們一試試去學習怎樣用水彩 畫到白色的感覺出來 其實就是要加陰影 大概是這樣 我們一先自由發揮 這張照片放在一邊 不論一線都未必會怎樣看 好 今晚是水彩了 預備一碗水給自己 然後顏色呢 用豉油碟 畫開角畫有隻豉油碟 好 畫筆了 哇 畫筆很多層 看一看知道我很久沒用過 也不是的 其實我也會用 好 選一些小的畫筆 因為我們也不是很大隻的 要畫的東西 好 首先呢 打陰影的部分 你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它的陰影是灰灰的色 我們嘗試用偏藍色的灰色 哇 前幾天很潮濕 水彩都很濕 偏藍色 偏藍色 嘩 看意外就是這樣發生了 指巾 趁它還沒乾 擦掉它 麻煩 好 它是偏藍色的 然後呢 我們去打陰影的位置 什麼叫陰影位呢 例如眼 這裡有個眼窩 OK 臉和手中間的折薄 必定有陰影 臉和耳朵中間的折薄 其實我之前也沒有畫過 這是我第一次畫 好像從來都沒有畫過狗 真的認真用水彩畫 那隻狗好像是沒有的 所以這也是我的學習 好 頭和身中間的折薄 尾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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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後呢 把那些毛呢 就一條條 畫得明顯一點 因為白色 所以圓筆肯 其實最好就是拆緊一點 不要太多 希望不要畫畫畫太興奮 變成一隻藍色的狗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畫白色的畫畫畫太興奮 就變成那隻顏色 對 請來 然後呢 有非常好 好,那為了讓它更清晰一點點 其實黑色應該最後才加的 不過我想先加了,就是淫成 然後再加了,就是淫成 淫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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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淫 淫成 淫成 淫耐 淫作 淫作 淫 been 淫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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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眼睛貼近鼻的位置會比較粗 耳朵偏紅色 手指甲的邊都是紅色 雖然指甲有點髒所以就嚇死了 我的嘴呢 睡覺也變嘴了 只是我幫她作的 她好像不是在變嘴 下面的影子 多加一點水 我都要用同一個食系的顏色 讓她自然一點 好 找一支大的筆 好 找一支大的筆 一支像粒毛的筆 真是好 咦 因為乾了 拖不出去 想找東西弄得沒了影子 不要緊 謝謝 好奇怪 好奇怪 好 哈哈 又是用便宜紙弄成這樣 不過我窮沒辦法,只是繼續用皮紙 普通畫紙不太好吃 水彩最好買水彩畫紙,讓它更厚 但不要緊,窮人就是這樣 剛才那些一塊塊可以透過再畫,弄走它,至少不太明顯 但因為紙皮,所以它會有凹毛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透過,不要揉太多層,令它不凹毛 好,然後毛的邊邊,用一條條毛的方式畫少許 這次我就不打算用這個背圖筆了,就這樣算了 所以呢,畫一條條的毛 直接用尖的畫筆 好像有點奇怪,生長結構可能不是這樣的 不過呢 原諒我吧 記得它是一隻白色的狗,所以不能加納到 我可能已經太重手了 好,這裏有點奇怪,現在的輪廓線要畫出來 好嗎 好嗎 很久 我已經在靠近了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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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的豆子不要加太多 我再說一次,我已經太重手了 不過我現在繼續重手 畫了15分鐘 Moses經常會罵我,畫到他的眼睛 所以不要跟他說 所以,我會把眼睛說實話 好 好 我會把眼睛說實話 就這樣說實話 我會把眼睛說實話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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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